另外呢 德国的反垄断机构在周一表示已经针对于苹果还有亚马逊的有声图书经销协议展开反垄断调查 此前呢 苹果和亚马逊的子公司签署了协议 即在苹果的iTunes的商店当中呢 要来出售有声图书通过对方进行销售